建築 它有它的基金跟特質 但是有沒有必要 還是針對回歸到法 才去討論這些 我想各位 大家的意見 我們也知道 我們也從網路上 或者他們既有很多信 我想委員不是白痴 你講一遍 我們大都了解 沒有必要做這個 這個好像有無自盡的討論 以上是我們可以的看法 謝謝 謝謝薛委員 非常抱歉 因為剛才 上海委員會的單位 但是我們還是繼續 如果這樣進行 先進入 委員會的實質 我們還是照這個程序 請教看委員 針對這個案子 有沒有什麼樣的具體的建議 或者是說 還有哪些地方 還要再看 其實 上一次討論大家都認同 而且認可 它的文化資產的價值 那只是程序上好像 一定要先 市政府先指定 然後再送文化過 那第二個就是說 原來他們都講 余大為故居 那我覺得這個名詞 就是可能我們要再商圈一下 是比較大為故居 那我覺得整個 剛剛有提到 包括對國防 對藝術 人文 等於是一個非常多元的 一個文化資產的價值 所以可能今天 我認為委員應該都認同 只是說 我們今天對於這個題目 它那個指定的名稱該是什麼 以上 好 謝謝 其他委員還沒有要 大家對於這個 一道的尊敬完全都可以理解 那還有 覺得說保存日式建築 然後來讓這個都市裡頭 更有特色 這個也是我們過去在談的事情 那我覺得因為我們過去 已經辦過一些現場 讓我們這些小孩的一些意見 那我想我們也要說 為什麼我們會有這樣的看法 就是因為其實文資法的設定 本來其實是為了保護所有者 因為文資法它其實 因為你要由個人 或者說某一個單位 自己來保存它是在 其實它是非常辛苦 就像那個李前浪老師 他其實也在報紙上回應說 其實保存它是非常不會 所以它今天需要政府的寫助 那所以文資法本來的利益是來幫助它 那並不是說純粹的說我去限制你 或者是說認識定了以後 你自己就要出來擔負保存文化的責任 那所以在這個案例裡頭 其實它是一個很特別的案例 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樣 就是過去我們為了要保存所有者的一個權力 所以資金的像龍基轉或其他的方法 或者補助或者減免稅金 可是這個案例比較特別的是 它的確是有依所謂的文化審議 然後經過了過去的文化資產委員會的一個討論 之後他們確定沒有受到這個限制 他們才開始走這個所謂的都更的程序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過去 我們其實還是要面對它 雖然我們也非常非常的尊敬 其實我自己也把人家為先生的那個傳記 或者相關的紀錄 跟大家一起做了這個研究 然後因為我過去指定了 參與指定了非常多台大的宿舍 所以其實我自己心裡也有一個矛盾 就是說台大那麼多宿舍 而且台大宿舍本來就是 繼承台北帝國大學的宿舍 所以你說它每動都有價值 它真的都有價值 可是那我們要所有的這些宿舍通通指定嗎 因為我們過去是中一動、西一動 所以我們自己是每種矛盾說 我們是不是整個了解一下 看要指定哪一區 所以那個時候的確就文化局就委託了 陳香所去做了一個政治的調查 然後的確也在這裡頭 他們也選定了 事實上當時這一動 也在這個陳香所選定的保存的裡頭 那那個時候再請委員去針對陳香所選定的 再去做一次線刊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 因為它跟其他的組織相比 它的確是改變比較多 所以當時的委員就確定 就不在保存的範圍裡頭 那的確是有這樣的過程 我覺得我們要面對這件事情 因為我一直覺得說 我自己其實過去 也是一直站在保存整個立場 所以有很多是我的朋友 我很認識 或者我很尊敬的人 可是我還是必須要說 就是說 因為在過去這樣子的過程 因為它有過這樣的過程 所以我們其實站在情侶法 我們還是要考慮 今天因為我相信很多軍民還沒有真任這個 在這個地方自己擁有土地 然後參與就是都更的所有者 還沒有機會說話 其實他們其實自己的 也曾經對這個地方抱了一個希望說 在自己有生之年 可以住進新房子 那他們其實也不是這棟 可是他們是 因為他們是一起參與這個都更 雖然我自己也不是那麼在等都更 但是我覺得我們還是要考慮 這種情侶法 就是每個人的一個這樣子的一個權利 跟他們的一個心體 因為我不希望說文字法變成以後 大家很討厭的一個東西 就是說它隨時發生了以後 都會影響到我們的這個權益 這樣我覺得這樣子其實真的是 對一個市民的傷害 雖然也與他們今天沒有再出來講話 可是我覺得我們希望文字法可以長久走下去 我覺得應該要遇到不同人的 他的一個感情跟他的權利 所以我還是希望說我們是不是可以有一種方法 其實就像上一次那個決議 其實我們的希望都是說 保存可不可以跟都更可以達到一個 雙方都堅固到 也許兩邊都不是百分之百 可是至少可以考慮到兩邊 所以自己的案例來看的話 其實就建築上來講 其實它不是唯一 因為它就是日式宿舍 它跟其他的像潮州街的不太一樣 因為它就是在台北地大設校的時候 蓋離去宿舍 然後它其實不是第二種 它是第三種 因為當時第一種高等官社就是校長 校長官是它最大 然後第二種就是首位選部長 就是院長的宿舍 然後它是選第三種 然後第三種的宿舍其實不是這一棟 所以它的形式是都一樣的 然後它跟那個潮州街不一樣 因為潮州街原來是為比較早期的第二等的高等官社 蓋離去 不是台大這一棟 所以它的形式是不一樣 但是這一棟 也確實跟其他第三種高等官社的形式是一樣的 那像台大其實已經在八十幾棟 而日式宿舍 其實已經保存了二十幾棟 所以其實你要說台大福度文化其實說真的 也真的是說不過去 因為不是因為我自己也在主要說句話 我覺得因為我很想知道說到底應該想要還是合理的 我知道大家會很深信 可是我覺得還是必須要有不同的發言 我覺得希望大家可以從不同的層面來看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我們還是必須要說 因為我們必須要對我們之前的發言負責 那我覺得這個是大家應該要互相理解的事情 謝謝 主席大委員來 主席我可以先借大會一分鐘 我可以借大會一分鐘 委員不好意思 剛剛委員已經提到說 今天的陳情發言 其實今天會議我們是屬於繼續討論 那原先認為說 其實如果有個新市政或者新的提案 我們今天委員先來聽 但是到目前為止 委員對於大家的發言其實都認為大家都非常清楚 想要保存於大維先生這個現在所住的這個宿舍 這個想要保存的這個心意 所以其實剛才委員已經提出說 先終止所有的陳情發言我們進入委員討論 因為大家的時間真的寶貴 那請各位先聽聽看委員的所有的討論的流程之後 那我們再做最後的處理 那請各位安靜 不要去影響我們的會議的進行 好 謝謝 主席 各位委員 經過幾次的討論 我認為新市政是會被發現的 如同這個案子在95年那一次 我看參加現場會他的委員 當時沒有發現到他的人文價值 換句話說我們作為委員 我們也不是神通廣大 好像是半些可以動穿所有的文化資產的價值 所以這樣子的這個發現或者是新市政的這個舉證 其實是與時寄進的 他會隨著時間的這個推演 有一些新的人政會出來 就如同我剛才看到的這個李大偉先生的故舊 他的部下他們的這個舉證 是對於無況資產的認定會有一些正面的作用 那我也看到呢 我們剛才談到的第一個案子 關於中山北路的這個案子 如果看這個會議的紀錄 好像給他價值認定的委員講的比較有說服力 而這個不贊同他的反而比較沒有說服力 但是因為我們當時是用投票的方式 投票的方式就是一番兩代言 但是我也覺得像我們做這樣子的認定 除了一番兩代言不是一個票數的以外 我們的那個論述就是我們文字的 文本的寫法要比較慎重 比較能夠對為後世所延到他們的尊重 認為我們是諸多考量下的一個結構 我覺得這個文字的部分要注意 那至於說這個本案我是贊同 它應該有無況資產價值 我想這個已經大家都有這個 這個投票的結果 我相信也是這樣的 如果用投票 但是今天的問題是 文化資產的保存確實是非常牽涉甚果 不是一句話說它有價值就是保存 因為事實上保存的具體方式也有很多種 那因為過去我們呢 有點一個比較輕鬆的叫漢賊不良力 就是說它只要一移動 它只要一有一些變化 我們就認為它喪失的古蹟價值 這個未免嚴重 那我覺得今天我們在這裡 這個應該要想盡辦法 僥勁腦子的還是解決 它既然有一個都根程序在那裡頭 它也是按照一定的法 那它沒有注意到文化資產的這個評估 這個也不能完全怪它 因為他們也不是專家學者 那既然有熱心的朋友 熱心人士舉證 他也應該要能夠接納這個部分的意見進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最後的解決 還是一種技術性的解決 如何讓這個房子的歷史件增加 還能夠保存 怎麼用技術性的保存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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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其他我也可能沒有 那如果沒有 來 我剛才也了解那個王貴金老師的意思 我不知道這個現在的陳情的 我們這些關心的朋友 如果說我最近看以前在調查 是從建築的那個價值 那我們今天談的是裡面的content 他的人文 那如果有可能是可以共贏的話 就是說 有沒有可能建設公司或台大 他可以騰出一些space 就給他們做沙龍 我們還是有古籍的身分 我不知道有沒有可能 那第二個我是看到台大的立場 我覺得台大的立場實在是 我覺得我們對台大應該要有約束 因為他的意思是說 大學違規教學研究培育人才的本質 那他們的意思是說 因為他們經費不足 所以台大好像不認為 他有責任做這件事情 可是剛剛也提到 台大也是承繼帝國時代 帝國大學的所有的資產 那如果這樣的話 我們更認為有沒有可能 溫州街 潮州街這一代的日式房子 包括台大的 我們應該有給他另外一種身分 就是風貿區嘛 不然我們以後就是一棟一棟 我們現在是在補救 我們在搶救一棟一棟 那更長遠來看的話 我覺得這一區應該有個 我不曉得應該怎麼講 人文風貿區等等 才可能把溫州街 潮州街 這麼難得的 那麼多的宿舍群保存下來 那這跟台大自己所謂的經費 我覺得是不應該把它列為 對文化資產的一個藉口說 我沒有經費 所以呢 我們 我看到台大這個聲明是很奇怪的 我不知道台大有沒有人在場 謝謝 好 其他委員還沒有請問 有沒有 來 對不起 對不起 上一次沒有來開會 那我們上次會議的結論說 我們這個會議資料的第三頁八 從建議本案 直接由文化部為國定補給一支審議 倘文化部認為乾建物 不具文資價值或不願意審議 再由本會的程序進行討論 這一個結論我們可能要改變 所以我們今天才能繼續討論 因為這個跟我們的文化資產保存法 的十七條第三項 或者是我們 補給指定職位置審查辦法的第二條第二項 是不太相符的 那這個可能是很抱歉 我上次也沒來 那第二項就是說 我只是建議剛剛有委員 談到台大 台大上一次因為我收到會議紀錄 台大上一次有幾件會議紀錄裡面所談的 實在是放在這個紀錄裡面 真的是不好 很不好 他講到說 一行任業宿舍使用規定配住人 不得善事介於他能使用或未實際居住 這樣對一大為先生是一個侮辱也 其實他是住在妹妹那裡 他是為了節省希望國家能夠 不必再配給他一個宿舍 所以他是 反過來講他是很連結才會這樣做的 我覺得台大這一句話收回去 不應該放在這裡 這是作為我們的紀錄這樣不好 然後他說他並未認職於台大 所以本校並沒有給他配住紀錄 也沒有跟國防部互換防射使用紀錄 這個也很不妥當 真的是說這個我們台大寫出來的時候 當然你是按照你的紀錄來寫 不過現在反而回去去看這樣子的紀錄 恐怕有點不太尊敬 那我們沒關係 這個只是我的建議 我們事後看也許是 其實余先生他們家的三個兄妹 是讓人家都很欽佩 那我們今天所有的委員也都一致 尤其上次結論已經講了 已經有一個具有文資價值的新發現了 上一次的委員已經這樣講了 所以本案已經不是一時一人一事等單因素 單一個人或單一個健庫的價值來判斷 這已經非常好了 我們的委員都有這樣子 所以有這樣的想法 所以我是說台大是不是可以不要寫這個 這留在這個紀錄很不好看 然後第二個就是台大上一次的鍋爐 台大腐射醫院那個鍋爐 那也是相同的做法 那台大不用擔心 那個現在不管是設定的或者是國定骨機 那我們國家會補助 這個應該是要了解的 那至於已經都更的事件 已經取得建造執照的這一部分 那我相信我們台北市政府的法治局 他們是非常優秀的 他知道怎麼樣依行政程序法來辦理 這個應該也是沒有什麼問題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委員 其他委員 來 其實是台大 台大可以回應 那個 等一下 稍等一下 我們讓我們委員先發言 因為其實外面民眾其實登記的部分 他們還是認為他們想要拜 剛剛也是建議說請各位推派代表 我們五分鐘 因為這個已經進入委員的實質討論 請各位推派代表 一位至多兩位 讓各五分鐘來做發言 那至於台大跟這個部分 那我們原則上等會也會給五分鐘 我覺得我想幫他 好 那我們如果這樣進行 就再請這個後半段登記的檢查 那邊做 代表 不同意見 不同意見的部分 不同意見 如果是要保存余大為先生宿舍的這個意見 剛剛委員已經提出要有這個部分 那這部分有沒有不同意見的部分 再做發言 有沒有不同意見的部分再做發言 如果是要以保存的方式的部分 這部分我們 如果沒有的話 那這樣子我們 就麻煩台大先發言 是不是先請台大發言 那為國人先在外面 先整合大家成形的代表 這個界限制的地方 什麼時候 你才買一個部門 你應該在天外面 我應該已經是敷衡了 你應該是怎樣 我應該是三個部門 你應該是明天 eligibility 你應該要去啦 你應該是一個部門 是分別 我們應該是分別 代表在下門的 你們怎麼放光在這上門 好像是四個空間 在這上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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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怎麼放光在這上門 好像是四個空間 在這上門的 提醒各位委員 我也是用很簡單的 尷尬的方式 跟大家特點說明 大家的議場上是有跟大家講 是以95年的學藝來經營了 就有數字的更新 我們更新的數字其實是為了原來有些別人 提升學校和國家的精神力 在意 那基本上是這樣 我們這個案子在95年已經是 經過大會的審議不予指定等落 那今年的7月24 9月1號都是以七年建築的 名義來進行建立 而且在經營的結果 很多數委員認為也並不具文化 資產的保存價值 那在上一次的會議竟然直接決議 誰要送國際攻擊 那基本上我們的前輩講 這個文字的審議是一個非常特觀 且具學術性的判斷 我們希望今天的會議也是能夠 回歸實質的審議 再做一個判斷 那我們在居住的過程裡面 我們上一次說明 其實台大的文字 或者是台大的我的說明 或者是台大隊外的說明 我們都在講 余先生沒有任職於台大 所以台大不會有余先生的配處紀錄 那配處人員照行政院的規定 基本上應該是自己來居住 不應該這樣 不過舉報團體他一直在講說 台大這樣子講是在毀余先生的情欲 那我必須說的是 我們講的是一個事實的問題 然後我們對於余先生也是非常的尊重 所以我們的講法都是非常低調 我們也特別不去強調 但是那舉報人說 余先生甚至在關乎北路 國防部中的一間小洋房 讓余大財教授去那個地方交換使用 然後余大財先生實際住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真的覺得說 不知道到底是誰在毀余先生的情欲 這個我們就留給社會公平的下一個 那我們談說文字審議有新施政 但是我們在九周年審議的時候 在資料裡面都已經呈現余大財先生 曾經有住在這邊的情況 這個並不是新的施政 而且以前在古基地建的登陸上面 其實也都有好量人物的價值 這些都有資料可查 下一頁 那我們後來查的資料 在八十二年以後 跟余大財教授的時候 我們做了大幅度的整修 整修工項有五四多項 這個資料的原件我也有帶過來 可以請各位參閱 所以它已經不是余先生居住的原貌 下一頁 那這些是工程的圖做 有相當多地方拆掉 以及做了一些改進 下一頁 謝謝 那剛剛提到 台大不是不做普及利劍 不是不尊重文化資產 但是台大自己的本身角色 我還是要強調我們自己的本事 那麼台大目前已經有四十億棟 但是我們從文化局文化部 所獲得的資源其實沒有 都是台大自己 指定以後 台大自己要想辦法來搓搓這些事情 那因為這樣的一個經費運用 已經排除了台大其他教育裡 都經費的合力使用 所以在目前是為難 跟難以兩圈的情況下 而且上一次也跟大家報告 我們以前跟日本跟美國在比 現在連跟會案在比 我們台大一年的預算 都是北京清華的氣溫之一 在這樣的競爭壓力之下 台大必須要有種考量給選擇 應該把我們的重點工作 應該放在什麼地方下面 那其實文資保證大家都樂觀氣成 但是真正的問題 是在於經費跟專業 所以我們認為說 它的重點並不在保留它的區殼 而是說能不能真的把這樣的一個建築 或這樣的一個文化精神 能夠傳承或展示出來 那麼但是國家目前 並沒有真正把重點放在這一塊 而是只是在考慮指定的問題 所以我們其實上一次就呼籲說 應該是國家要成立一個專業專責的單位 甚至國家應該給專業專案的欣賠 來做專案的維護管理 好 下一題 那如果這一個房子真的要指定 為北大會佈局 成為士林補給的話 大家可能要說明這幾個事情 第一個 因為你剛剛說明台大為難的地方 以及讓這個建築物能夠有更好的發展跟展示 台大會主動變更為非共用財產 提交給更適合的管理習慣 然後更適合管理機關 讓這個房子的價值能夠更多 那麼相關的單位 不要只說要指定 是不是能夠讓這個房子 有更多的機會來做這些保存 展示的工作 那麼台大原來可以在這個案子裡面 有三十四戶宿舍可以延滿 還有學學院的這些事情 也希望能夠提供跟維持 下一頁 那至於如果是要指定士林補給 當然走士林補給走這條路 但是如果今天是為了紀念雨天成 或者是我們希望把這樣的故事 或者是這樣的精神流傳下來 那麼如果在這個地方 像實施者上個禮拜所提到的 是不是有部分的空間 來設立余大維的一個展示文史資料的機會 我們台大基本上是覺得 這是一個或許可以兼顧的方法 好 謝謝 我們還有登記 來嗎 就是 跟實施者 好 出跟實施者 一樣五分鐘 各位觀眾大家好 想要跟大家說明幾件事情 那第一個是 之前審議會的決議是 違法適用文字法第17條的 那當時的決議的內容是 進行提報文化故審議是否具備 國定武術的資格 而不是決議本件具有文化主持的價值 先請各位我們一起進行這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是 本審議案並不具備新事實 而不應該推翻95年 由漢堡德老師 主持了審議會的決議 那從以下兩點 可以知道 第一個是 李大維先生建築在本建物 並非所謂新事實 那從以下資料可以提起 第一個是 92年12月的時候 台大就有維新 建築跟城鄉研究所的夏富久教授 針對殖民時期建物跟宿舍進行研究報告 那那個報告裡面就有說 早在徐教授入住之前 甘宿舍曾經住過當時的國防部長林大維 那這個報告在95年審議會的時候 也有提供給委員們參考 再來是95年審議會當時適用的這個指定辦法 就有說有重要歷史人物或人物關係的這個指定基準 那當時既然是適用這個指定基準 那顯然是已經考慮了當時的余大維居住在本建的這個事實 再來是今年8月31號前委 部局長在接受訪問的時候也表示 2006年文資委員前往平靜池認定 余大維雖然是名人 但宿舍已經改建多次保存不那麼完整 那顯然文化部是知道說在95年審議的時候 余大維居住在這邊的事實 那最後是台大提供給文化部的三方文件也顯示出這個事實 那即便現在有國防部的回航或是余大維的母體資料 這也僅是新事證 沒有證明任何新事實 余大維居住在這裡的事實 95年就審議過了 再來是余大維先生的文化活動 余大維先生帶領文藝人士重設文化活動 余大維是在他擔任董事長的管前路的一太里行社的辦公室 或是在他的金山街住所 而不是在本店的溫州街 那從邱昏良先生 李滴雲先生 李滴雲先生 張欽女士 甚至是提報人的文章 都可以證明這一點 那我覺得手上有資料 那就是余大維的部分 那再來是從余大維博士余大維的書中 當時余大維先生的事實 就是羅順的將軍 他也有回憶說 在當時本店介護的時候 余大維的夫人有請他幫忙 把牌桌放好 因為在每個樁幕 會有不同的人一起快樂的打麻將 彈天鎖地 純粹聯誼 那這個純粹聯誼的麻將活動 是所謂的影響文化發展的文化沙龍嗎 那顯然不是 所以我們認為這兩個 都不是所謂的孫師正好 不應該推翻95年的審議等選議 中國元餐95 好 謝謝 那我們的代表 謝謝 謝謝 麻煩請先到下面的請問 謝謝 各位委員 各位委員好 我是懷疑建設的董事長陳志堯 我們今天在這邊要把一些市政 在這邊給各位委員做一個報告 這邊呢 那95年 剛剛有委員講說裡面沒有考慮人物因素 不過我們看我們的記錄資料 95年11月3號 有7個委員 不過7個委員都認定沒有這個文字價值 決議以後有一個決議案 12月13號 那我們在今年的9月1號的時候 各位委員也充分的表達 他裡面住了什麼人 他有什麼價值 那我們裡面內容呢 我們很能一一的說明 我們資料都已經送到各位委員的手組上 請各位委員 我們來好好地看 給我們知道一下 下一個呢 我們要講一個 現在這個大樓 這個房子本身到底它的價值 或者它的變化是什麼 重點來講呢 我們這個大樓 在民國19年 在日子時代 蓋的木構造 不過它由於裡面居住人的因素 可能在 呃不是 44年 53年 82年 分別有大規模的內裝改裝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圖是 日子時代的圖 可能從裡面的配置 這都是日文的 從 橫桿 橫桶 雞馬 雞馬 這都可以看出來 這是日本時代的 而且周圍這條線是水溝 我想各位專家在這邊 我就不再多做說明了 不過我們在 44年的階段 我們可以看到 前頁前頁 用文件可以看到 前頁 44年的階段 再前頁 44年的階段 這邊由我們第一任的 台大給了第一任的配付者 44年提出 他要在 合併 廚房跟 他的佣人房 並在外 西側外側 蓋一個廚房 這是一個 他申請文件 台大也答覆說 嘴吟 再下一頁 這兩頁是台大嘴吟 我們這是 44年所發生的事情 民國53年的時候 我們看台北市公務局 也發一個函 因為他申請平房 也就是東側 蓋了一個平房 結果蓋成兩層樓的 這個 兩層樓的房 是違章的 這要拆除的 因為這很小 我們也把附件 都已經附在 每個委員手上 那這個會被稱為 遼望台 實在是無機之談 我想說 有些 有些調查的資料 那提報的資料 可能有很多要修正 再我們看下一頁 這也可以從這邊 可以看出來 這個地方是 可能是余大維先生 做書房的使用 我們也可以了解到 好 再下一頁 這個是民國82年 也就是余大維先生 余大財的教授 把他返還給台灣大學以後 第二任入住的時候 的許文富教授 他入住之前呢 也申請學校 做一個大規模的改建 那這就是他的證據 82年曾改建的發包紀錄 合約在這邊 他這邊有多達51項的內部 變更 包含很多的 從屋頂到外觀 到內部的隔間的變化 好 這我們再放下下 這可以 有兩頁 好 我們製造一個圖面 來給各位委員報告一下 藍色的部分 大概可以看到 內部隔間也變化很多了 那我們再跳下一頁 把它剪 因為那圖非常複雜 所以我們把它弄成 這是藍色 這是民國19年的 木構造的建築物 這是增鑑後改變的 這些增鑑後改變的 我們在後面的相片 可能有很多委員 並沒有到現場去櫃灘 所以我們造了一些相片 來跟各位報告 還要講他們 另外這一排 M&R完全往外推了 這一側都是RC的 鑽牆 不是RC 鑽牆照的 這個當然是違建的 違建的 這我們可以知道 好在下面 我們有些影相片 一一可以請各位委員 過目再往下 我們盡快的瀏覽 有些雨林版的部分 像這些都變成鑽牆了 好再往下 再往下 我們甚至可以看到 有些原先的台階 踏街在裡面的 在外面推出來的關係 又是做 所以這個屋頂啊 等等的 通通都改造過了 那在 因為 再往下一下 再往下一下 好在下面 內部隔間的 好像瀏覽 茶農嗎 裡面的該有的 床農嗎 那個五系列 已經全部都沒有這裡面了 這已經更改了相當多的 那這是原汁原味嗎 好再往下 再往下 再往下繼續 可以看到 好剛剛看到一個圖 這是剛剛我們講的配置圖 再用一個 再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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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配置圖 不這樣做的話 搭接不到這個二樓的保護 所以他已經做了很多的改善 請各位委員多多指教 對 對不起 這個是 因為我們登記發言 主教委員 這位委員也是 可以派出來的代表嗎 那 如果這樣子 我們等一下的登記發言 全部都結束了 好 我還跟各位報告 我確定是 這個如果是 一樣是反對意見 我們是一個 反對意見 我們反對意見 一位 一位 然後政治一位 我先說明報告 那個主席還有各位委員 大家好 請同我這邊跟大家做一下報告 我想 我們這個建物本身 剛才我們 陳總事長已經 剛才陳總事長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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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大家報告 建物本身 就建物本身 不管它的外觀 不管它的內部可見 都已經經過 還有它的所謂的建材 都經過很大幅度的增改建 甚至擴建 甚至還有偽章的部分 那以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就建物本身 這樣的情況之下 它真的符合文化資產 價值的這樣一個程度嗎 那我不曉得 剛才很多提告人 有發言 但是他們真的到過現場看過嗎 如果大家看過現場 就會知道它的變動 變更真的是幅度非常大 那因此在變動這麼大的狀況之下 我們建物本身 到底真的能不能具備文資價值 當然要回到大家 依法來看 我們的古蹟指定的基準是什麼 古蹟指定的基準 要具高度歷史價值 藝術跟科學價值 要表現各時代 營造技術流派特色 要具稀少性 不易再現 剛才已經有委員提到了 這個日式建築 在溫州院那個區塊 已經很多有保存了 它不是 本家屋混不具稀少性 再來 剛才大家提到很多 由于大為先生的部分 他是跟建築物本身的 這些基準相符嗎 不是的 他都是屬於於大為先生 他的公基 他只是我們紀念的地方 但是在新的基準規定之下 人物因素已經不在 指定古蹟的基準裡面了 人物因素的考量 是要到紀念建築裡面來考量 102年修法的時候 102年修法的時候 非常清楚 所以如果各位委員 還是用人物因素來考量 當作基準認定 所謂的古蹟的話 那很清楚了 這是違反 我們這裡所規定的 古蹟指定跟被子審的辦法 第二條就是可以下業 那我想 于大為先生的風伴 大家都肯定 我們都跟實施者 也沒有任何的質疑 但是我們只是提醒大家 尤其是剛才有提到 羅順仁將軍也有受訪的 這一本書 一代國是于大為這本書 于大為先生 親自說 接受採訪說 從小我所送的家教 就是簡博的生活 現在我每天的生活 不過不超過200塊 所睡的床部是硬床 睡得很舒服 房東廚房兼書 兼書房等等 那他的遺囑裡面 甚至講到說 他有的就只有書籍 他把它捐給來了 捐給國防大學 以道遠的這樣的風伴的人 我們真的覺得 用所謂的指定古蹟的方式 真的符合他的想法嗎 他的風伴是要求我們後代的人 要這樣做嗎 下一頁 所以我特別在這邊呼籲 跟各位報告 我們找到了 95年鑑定的時候 95年審議會主持的時候 漢堡的教授的文章 他在2023年針對華方社區的爭議 他提出了這篇文章呼籲 他提到 保存要客觀學術公正 免得成為私人利益的維護者 最後一章 我們希望 剛才委員要提到 我們希望 文字不根要雙贏 緬懷紀念於大會先生 不是一定要指定古蹟 才可以達成 有沒有雙贏的做法 我們希望能夠兼顧多元價值 能夠做到客觀學術公正 謝謝各位 謝謝 跟大會說 我們直接發言 到底算過 對 結束 對不起 我們是兩位而已 結束 你聽我講 聽我講 誰是 我們是重複發言 對 那 我這邊又要提出新市政 而且我上次提出的市政 沒有列在婚姻紀錄裡頭 我個人覺得非常奇怪 我是藝術工作者 然後曾經和白金雄先生合作 這次也打電話 月亮電話跟白金雄先生 解釋這個事情和情況 那這是一個偽造的英文沙龍 那余達綱先生根本沒有住在這邊 那余達綱先生 就是1973年林懷明回國 然後那時候余達綱先生住在金山街 然後後來因為他擔任 在儀態旅行社的那個董事 那個任職 然後在那個強的英文討論 他們都是在那裡 根本就從來不在這一棟的住戶裡頭 今天如果因為這個領留 然後說這邊有很多文人雅士群聚 這是一個我也造的歷史 然後非常可笑的事情 而且完全是對新聞界 還有社會大眾的一個欺騙 那那個無所提出的證據是 那個新聞人 就是新聞天地的算數委員 還有中華日報的記者 還有整話雜誌的創辦人 吳宥夫先生 他在余達綱的那個經驗文集 就是燈火下樓台 他最後一頁他就寫到 他原先一位親親把金山街的房子相贈 無貨庫收入 他挽救對方的好意 然後月付三千元房住台答應住下來 後來為了太太養病 然後買下了光平南路的現展 他的藝文沙龍從來就不在這一棟建築物裡頭 那剛才這麼多的藝文人士的錄影 全部都是被誤導 那他們的藝文活動也不在這裡 那這就是我要提出的新執政 謝謝 好 謝謝 我知道我們有幾次停止發言 然後那個回到我們國務委員會 其實 不好意思 請問現在我們住戶 從頭到尾都不能講話 可以讓我們想一下 剛才那位是住戶 我們也是 你們也 還有幾位住戶要講話 最後一位 最後一位 好 給他講 謝謝 我沒有想到一個住戶受影響最深的 那你十年表達 好 謝謝 影響會這麼... 連表達的機會都這麼困難 就是我們... 我是住在裡面的住戶非常頻繁 搬進去十多年 當初是因為在附近教書 我們想說想要有一個安設立立之所 所以我們住在這邊 我們在裡面結婚生子 就是一個很平凡的家庭 然後十多年來 因為台大跟我們 來做這個部分的談 不好意思 那個實施者來跟我們談 其實大家都知道 路根非常非常的困難 走了十多年 大家好不容易有共識 走到最後 然後 我們全部都按照 確認這是羅法的程序 在95年也都知道 這是文師審查通過的 所以在去年11月的時候 它的都市計畫辦法下來之後 我們也在善的跟規劃一起問 說這個會不會有問題 因為我們是很平凡的住戶 我們怕被騙 結果 他們說這個是都更是 台北市政府保證 台北市政府會監督 不用怕 所以因為我們家比較特別 我們家是因為當初考量到 我們的房子太小 所以我們決定 用權利監的方式去我們買 以前救的比較大一點的房子 就因為信任說政府會給我們掛保證 所以我們貸款 貸了貸款 龐大的貸款 在附近買了房子 我想問 然後今年 結果好不容易搬出去的時候 覺得說這個部分已經要實施了 結果今年突然7月的時候 突然就被舉報了 我不知道說這個部分 我們接下來是何去而從 因為這個東西影響到我們 整個家庭接下來的30年的規劃 我必須說我貸了30年貸房 因為令人 我覺得如果我可以的話 我會希望我父親 我也希望我父親指定為公園的土地 因為我不要付任何成本 它附近看起來很漂亮、舒服 甚至我自己的房子都會增值 可是問題是 今天雖然維護的錢都是國家債出的 今天賠償的錢 國家債出的 都是我納稅人債出的 到底一個走完合法程序的東西 當初95年就任意過的東西 到底是不是隨便就很推翻 然後我們接下來 如果我們今天這個走不下 我不知道接下來會怎麼走 那如果我接下來我的貸款付不出來 因為現在的貸款真的蠻輕重的 那我妹婆賣出去 貸款的利息我已經賣了快一年了 那這些東西誰來賣賠我 我負擔不出來 我必須把這個部分虧損賣出 國家又能賠我嗎 然後我們祝福很多人 太萬一有人在裡面過世了 這十多年了 有人在裡面等不到過世了 我不知道說如果這樣子暗子走不下去 到底我們將回去何財 然後文字保存 今天我們在裡面十多年 我們也沒有聽過任何一個人衝出來說 那是魚道尾的故居 我們要把它列為古蹟 十多年沒有任何一個生意 那怎麼會現在才討論說 我們現在是要找出一個新市政來去返國 來去返國那十五年的決定 我們真的不了解 因為我們信任政府 那如果今天真的走不下去 推翻當初的決議 那這些東西我們的委屈 我們的 真的我不知道該怎麼走 因為我每一年已經 我跟我太太已經失眠到 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我想問說的是 那如果今天可以用毅力保存的方式 或者是把它的精神留下來的方式 讓這個東西是不是有一個兩全其美雙贏的方式 不然的話 文字保存可以在下一個戰場再見 可是我們的家 我不知道我們的家接下的一個 我們的人生該怎麼下去 謝謝 好 謝謝 我想我們還是回到這個委員會的一個正題 很專業的審查 那麼在這個案子裡面 我剛剛這樣聽從上一次的文字 委員會的這個審查到今天 我想就是說綜合剛才 國務員也有一些這個發言 我們是不是回到聚焦 就是說第一 就是說剛才提到的 不管是正反雙方或委員的指教 我們是不是聚焦在本案 是否具文化資產價值先來確認 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真的指定了這個 規定這個文化資產價值 我們要給他怎麼樣的一個 這個文化資產價值的這個身份 這樣子再走下去的時候 萬一如果說這個文化資產價值身份 經過我們委員會的這個共同的確認的話 那當然剛才尤其最後這位朋友提到的 就是怎麼讓保全跟都更能夠雙贏 那麼剛才也有原因特別強調這一點 那麼這樣的流程走下來 那麼再看最後我們原來上一次的會議 要延續到今天的討論基於種種原因 那麼也有就是說如果指定了這個文化資產的這個身份 那麼要不要提這個文化部 那這個部分幾個這樣的流程 我跟大家來做這檢驗的報告 來看如果大家同意的話 我們針對這樣的一個程序 那麼正反雙方的發言 我們看看委員 他願意針對這個議題有指教的地方好不好 各位委員有沒有其他方面的指教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這個請大家回到第一個質題 就是說本案 那麼根據這麼多的發言討論 新市政也好 或是過去的這些探討 那麼它是不是具備文化資產價值